闲不住的阿平又闲不住,背着孩子又出来。 今天的目标就是到天里收甘蔗,到吉士出售。 家里雇佣两个人给自己加工新房外墙板子, 花费的钱也是很多,每天不赚钱肯定是不幸。 眼前一大片的甘蔗种植园, 每天不清楚阿平是怎么联系的业务。 只要阿平想的话,每天都有赚不完的钱, 无非就是多费些时间。 连辆摩托车也没有,每天全部都是靠走路。 然而这一切阿平却没有依赖任何人, 每天都是自己一个人领着孩子生活。 这几天忽然没有了工程师的影子, 阿平由原来的机动渐渐地都快要忘记他。 不清楚工程师是不是一时兴起, 也不清楚当初为什么会带着礼物看望阿平, 让阿平的失望也是越来越大。 今天砍伤一些甘蔗重量比较重, 到即适又可以赚些钱, 干活的时候一直背着孩子。 手里拿着工具, 其实把孩子放到一旁, 阿平相对也不会顾虑太多。 不然在甘蔗临川来川去, 很有可能划伤到孩子。 也只是我们担心, 阿平每天都这样生活一年多时间了, 孩子任何问题没有。 这也是阿平最开心的事情。 越南的甘蔗不清楚, 是因为还没有生长太成熟的原因, 外表皮不是黑色, 也可能是由于品种不同。 来到这里的时间其实也不短, 收得也差不多。 只要自己能带走就行。 全部把甘蔗收完, 不限时。 中间休息一间戏, 还可以来上一哥自己也尝尝, 顺便可以让孩子吃。 但凡有机会的话, 阿平都会让孩子也多接触一些外面的食物, 就是为了让孩子可以尝尝不同的味道。 收拾整理好之后, 又是满满一大框, 看着都非常重, 隔着屏幕都想替阿平背着。 但想想, 每天阿平不管干什么, 都可以多多少少赚些钱, 就已经很不错。 背着孩子, 很快已经到了集市, 非常的热闹。 卖完东西回家, 其实估计也不晚, 正好还有家里工人给自己制作新房卖墙板。 即使卖甘蔗相对就容易, 每天不管卖什么, 只要有人过来, 只要摆摊, 也只是迟早的事情。 就是每天挣的钱, 多少非常的不固定。 但凡阿平如果去工厂, 或者去上班, 肯定也是一个非常认真, 非常能干的人。 可惜了, 还要照顾孩子, 这也可能是每个女人都要经历的时间段。 没有办法, 不经历风雨, 怎能见彩虹, 以后的日子想不好都难。 卖得甘蔗, 阿平心里肯定有底儿, 在田里的时候, 自己就跟孩子吃了半个儿。 不清楚为什么即使上的人都似乎很有钱, 不管是即使卖什么, 都有很多人买, 这让阿平也很是羡慕。 羡慕归羡慕, 只要自己可以赚钱就好。 最后卖完剩两小段, 放到自己竹框, 也就可以回家。 阿平和小儿子起床了, 感觉阿平一天比一天精神。 因为心里有了念想, 精神状态一天比一天变好, 至少让阿平有了可以想念的人。 起床之后抱着孩子清醒一下, 发现家里的猪食也没有了, 就决定, 领着孩子背上竹框, 直接到山上给猪找些食材, 回来制作食物。 顺便可以看看在山上忙碌的工人。 上期视频已经联系好工人, 帮忙加工外墙板, 也准备把自己的新房外墙板, 全部一次性安装好。 这样冬季来临的时候, 自己和孩子在室内睡着, 也会相当的舒服。 至少不会再让工程师为自己担心。 来了之后, 两个工人已经加工了很多, 看来阿平起得还是不算太早。 阿平努力的人原来还有很多。 阿平但凡是一个男人, 肯定也不用请人帮忙。 花钱给自己加工新房外墙板, 一个人生活没有办法, 平时只能靠收些才赚钱, 赚了钱只能请人家帮忙。 所以说, 平时有钱还是好, 有钱就可以好办事。 最近一段时间阿平前夫没有来捣乱, 让阿平感觉很是清紧。 并且还有了新的相亲对象算是, 就是最近和工程师的进展不是特别的快。 其实阿平应该买手机, 这样就可以跟工程师每天联系。 这件事情还要阿平自己斟酌。 两个师傅给自己加工抢板, 这样安平心里有底气之后, 领着孩子就可以上山。 反正每天都是闲不住, 花钱了必须每天要赚钱, 这样阿平心里才平衡。 到了山上背着孩子, 发现有一棵木瓜树, 生长得不是很好, 到山上也没有办法卖。 只能收了之后拿回家喂猪吃。 今天家里三头小猪有口福了, 旁边就有一条小河。 在越南山上真是到处都可以看到 有水的地方。 有山有水有树林, 还可以有很多食物可以收。 收好之后背着竹框也该回家, 家里的猪, 积压还等着自己早上起床之后, 阿平连饭都没吃, 就迫不及待地上山。 到家之后, 还要再盲目一阵子, 自己的心房外墙 再也不用总是用塑料布围着, 每当刮风的时候, 室内也是比较吵。 回来之后孩子, 直接开始给家里的猪架工木瓜。 家里的猪, 还可以偶尔改善伙食, 跟着阿平真是不错。 从来没有亏待过他们。 今天多少阿平显得有些不着急。 山上两个给自己加工木材的人, 至少也要盲目, 一天的时间, 所以待会儿阿平照顾完猪, 还想着直接到山下去赚钱。 可以卖什么啊? 待会儿大家就可以知道。 家里木瓜加工好之后, 待会儿还要用锅煮, 煮之后才能让猪吃。 前些日子给孩子买了两个玩具, 每天有时间自己趴在室内地面上玩耍。 玩了一天又一天, 从来都不会感觉腻。 现在倒很期望阿平新房建造好的样子, 以后也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 领着孩子也不会受罪, 真不错。 阿平今天家里有好事情, 起床之后第一步, 就是照顾家里的菜园, 谨遵工程师的叮嘱, 现在鸡鸭猪都顾不上位, 哈哈哈哈。 巴不得把小菜园一天浇上七八遍。 就是为了将来, 工程师到家的一天, 好好地露一手, 让工程师可以夸夸自己。 每天干活背着孩子也不嫌累。 菜园浇完水之后, 阿平会不会下山? 又拿上了工具, 过来收拾家里的香蕉树。 不下山怎么偶遇工程师? 只照顾菜园, 家里的鸡鸭猪怎么办? 阿平的生活已经开始改变, 就是等不来工程师。 砍了几棵香蕉树叶子, 直接给家里的猪吃, 这也太敷衍了, 太着急下山了。 阿平你以前可不这样呀。 大清早让三头宠物猪, 只吃点这么清淡的, 这可不行呀。 照顾完院里的东西之后, 回屋又准备给孩子制作一点食物吃, 烧上一锅热水, 随随便便抛上一点东西, 也比较方便。 以前起床, 其实很少可以看到阿平给孩子做饭, 现在生活也变得更加的精致。 唯独就是有, 就是有一点不好, 新房外墙需要赶紧地安装好。 泡好饭之后就开吃吧, 看着都有点烫, 碗勺子都是给孩子专用的, 虽然生活在越南大山上, 但生活还是挺精致。 最近的阿平大家有没有发现红光满面, 虽然平时不打扮, 但可能是因为最近几天心情好, 有可以思念的人。 孩子每天早上还是比较能吃, 不然也不会长得白白胖胖。 阿平早上可以不吃饭, 但必须让孩子吃饱喝好。 每到了白天的时间, 阿平总想了下山, 因为就可以有偶遇工程师的机会。 不然总待在家里, 心里也没有底, 真是照顾得非常到位, 最后还不忘记把昨天的剩饭给了, 家里的狗子吃。 怪不得阿平不着急下山, 看看院里直接来了三个人, 这不是工程师团队的人吗? 工程师有没有来呢? 阿平日思夜想, 此时的阿平在床上等着, 似乎知道他们要来一样, 割平时早就背上竹筐下山了。 怪不得今天扭扭捏捏下去的比较慢。 来之后, 三个人说工程师最近比较忙, 委托他们过来找阿平, 还给阿平带了礼物。 这可把阿平给开心坏了。 虽然对方没, 但他的心意已经到了。 这要是以前有人给阿平东西, 他肯定不会要, 但现在不同了。 来了之后, 不仅拿了吃的, 还给阿平买了一件衣服。 这么好的事情, 阿平怎么会拒绝? 这么长时间两人没有见面, 原来对方还一直想着阿平。 这其实让他平时很不好意思的, 其实都可以从阿平的举止上可以看出来, 阿平很是不自然感觉, 很是不好意思。 来的时候, 还给孩子拿了一箱ATM奶, 以前阿平可从来没有给孩子喝过酸奶, 因为认为不健康。 来了之后, 三个工程师嘘寒温暖, 让阿平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么热心的有人对待过自己。 女孩还拿出来手机和阿平视频, 让她看看阿平在家里都干什么, 但是却忘记了让阿平看看对方。 这让阿平其实着急的都想跺脚。 三个工程师助理, 在屋里待了很长时间, 又看了看阿平房子的进度, 回去也好汇报了, 可惜了工程师没有来。 阿平开心了, 工程师的助理过来看望阿平之后, 拿过来很多好东西。 突然阿平感觉全身都有力量, 心情都好了很多倍。 拿过来的东西收拾一下, 准备就要下山了。 背着孩子, 拿上小猪筐, 直接就来到了田里, 今天会收些什么? 每天收菜卖菜, 都成了阿平固定的工作一样。 其实没有人监督, 阿平也没有老板, 但每天就是比较自觉。 眼前的田里有很多的甜瓜, 但感觉已经到了晚期。 不过看起来比较多, 随随便便收上一些, 就可以凑满一箩筐。 要不是每天阿平这么努力, 自己也没有实力建上纯实木的房子。 最近两天, 也有人正在山上, 给自己架工外墙木板。 所以阿平不用干, 但是每天还坚持卖东西, 主要是今天的天也比较好。 工程师过来时, 还给自己带了一件新衣服。 一直到现在, 阿平都还处在兴奋开心当中, 就连后背上的孩子也不睡了, 拿着一个甜瓜也正在吃。 随随便便收了一些甜瓜, 放到竹筐也就可以到山下。 上午工程师助理过来之后, 知道了, 工程师没有在本地, 到了外地。 所以说, 阿平也就不用特别地着急, 不用特别地想在路上偶遇, 就是想偶遇也偶遇不到了。 唯一遗憾的就是女孩视频, 只让对方看了阿平, 阿平却没有看到工程师。 生活中哪有那么多的事事如意, 留下点小遗憾, 这样阿平也会更加的思念。 今天的天其实挺热, 但阿平穿得比较厚, 给孩子也裹得挺厚, 看着都比较热。 再加上心也比较激动, 待会肯定会出深汗。 正好旁边还有块树荫的地方, 收好之后蹲在地上, 和孩子吃上一个节节鼠, 冷静一下, 不然心总是砰砰跳, 一直走不出来。 以前可从来没有见过像阿平, 今天这么脸红脖子粗的, 背着孩子在路上又要走, 至少半小时时间, 到了急事就正常了, 其实跟以前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正常的卖就可以, 每天都有很多的人在急事。 这里有阿平的很多老顾客, 有阿平的很多同行, 来了之后就被团团围住, 跟想象的其实一模一样。 主要是阿平卖的东西相当的便宜, 谁想吃的话, 随便可以随便吃, 阿平不在乎。 每天赚的钱都是急事上的人, 相当于给阿平凑的。 换取阿平在山上的收获, 一年多时间就这么慢慢地积累自己的财富, 越努力越幸运, 越幸运, 然后就碰到了工程师。 其实现在的阿平干什么都离不开工程师了, 事实已经成事实, 改变不了。 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 让阿平变得更加努力, 有人的时候可劲地照顾, 没人的时候就慢慢等着, 慢慢地总会把自己带来的瓜全部买完。 其实现在的天还早, 中午都没到, 但下午回去阿平又会干什么? 肯定会有研究自己的小菜园, 这都不用猜, 不用想。 唯独看好家里的鸡鸭就行, 千万别让他们吃掉, 不然到时候没办法跟工程师交代。 一眨眼没看完, 阿平跟前的甜瓜都全部卖完了, 今天还挺快, 还挺顺利。 收拾整粒竹框, 背上孩子, 直接可以回家。 今天真开心, 你说呢? 阿平来了, 背着孩子又来收野菜, 你就不能歇会吗? 今天新房卖枪板要到家, 必须要抓紧时间赚钱, 不然付给人家的工钱都没有。 每天领着孩子还要这么累, 满山遍野找野菜, 就是为了可以收上一筐赚一点点的。 上期视频工程师让助理给带来了衣服和食物, 阿平这两天很是开心。 虽然最近一段时间偶遇不到工程师, 但自己还要一如既往地赚钱。 为了把新房外墙建造好, 阿平可是足足等了三个月。 每天领着孩子当大自然的搬运工, 收一点点别人看着不起眼的东西, 阿平也不容易。 有时候感觉这种生活很枯燥, 但是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 趴在阿平的后背上不哭不闹, 阿平感觉无论干什么都非常的值。 这或许就是每天阿平坚持下去的理由。 眼前的菜也叫不上来名字, 只是知道漫山遍野, 只要仔细找都可以找得到, 但想要收一点掌势比较嫩的还是有点难度, 还需要有点经验, 了解附近的大山。 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 阿平也是不想让广大的网友担心, 所以每天变得更加努力, 下山路上看到有一片稻谷街杆, 正好找了几个大叶子, 把收的野菜放出来整理一下。 整理好之后就可以背竹框到集市, 到了集市之后真是太快了, 都还没有注意, 一下子就直接给卖出去了。 收拾东西直接整理回家, 回家之后还有比较大的任务, 算了算今天挣了五块钱, 其实还可以大包小包背着孩子, 忙忙碌碌两个小时, 感觉也还值, 毕竟生活的环境是这样。 到家之后又开始数自己全部的家产, 因为在等些时间, 自己新房木板定做的, 很多工人也要一块块给扛到自己家, 到时候还需要付给人家钱, 幸好全部都凑齐。 现在阿平其实也很激动, 一直都在等着, 上午卖完菜, 下午也就不用再下山。 今天这个等待的间隙, 可能是阿平最紧张, 最期待的时间。 背着孩子计划到山上看看, 木板进度怎么样。 阿平正在给两位工人钱, 给钱之后, 最近几个月赚的钱, 几乎全部都花完。 两个工人也给累坏, 整整在山上待了两天时间, 但是把木板搬到山脚下, 直接就走了。 阿平背着孩子, 还要一块块全部搬回家。 这时候如果工程师在就好了, 肯定会帮助阿平搬运。 不清楚为什么阿平不让他们直接给搬回家, 一人背着孩子。 穿着小拖鞋看着都费劲。 好在这里距离自己家并不是特别的远, 但是感觉木板的数量似乎也不太多。 其实让两个工人给扛回家, 还有单独的出云费。 其实阿平身上现在, 剩余也没有太多的钱。 背着孩子太费劲, 这时候阿平就想到了好心的老人。 带着孩子直接来到老人家里, 想让老人给看着孩子, 幸亏老人的孙女在, 交给孙女。 阿平也很是放心, 想把搬回家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到时候还需要买材料, 买钉子, 还需要请工人来家里给施工, 都需要花钱。 如果想省钱, 阿平到时候只能自己安装, 但也不是一个工程量很小的项目。 孩子放到老人家, 回来之后还要继续搬运木板, 一块块全部是石木。 眼看到了冬季, 阿平把控的时间节点还算是正好。 如果有辆车就好了, 直接开着车就可以帮助阿平, 有车之后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非常的方便。 已经过了多长时间, 阿平连一半都没有搬完, 以此来回只能搬两块, 搬多了肩膀也受不了。 阿平的老公没有来捣乱, 阿平自己也很是清静, 每天干点活儿虽然是累点, 但有付出就有收获。 不闲下来, 其实也都是为了孩子。 为了孩子, 同时也不能把自己的终身大事给忘记, 有了一段不好的婚姻, 以后一定要擦亮眼睛。 待会儿把木板全部搬运回来之后, 大家可以看看数量, 感觉肯定是不够, 不够的话到时候还要再花钱, 新房如果只完成一半, 那是最难受的事情。 此时的阿平肯定已经满身的汗, 累了的时候只是喝一点家里的山泉水。 隔着屏幕, 大家有没有想过去帮助安平? 哈哈哈哈, 确实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 遇到不同的人, 自己过的生活也就不同, 工程师终于过来帮助阿平, 来的时候给阿平还拿了水果, 可把阿平给开心坏。 大家好, 现在工程师还没来呢, 阿平的早餐简简单单, 一份米饭, 一份炒鸡蛋, 一个青菜汤, 饭是马上就可以吃上, 唯独就是等不来工程师。 吃饱喝足以后, 待会儿阿平还要自己继续干活, 最近几天全部经理投入到建造新房, 所以就没时间下山赚钱。 阿平的儿子最近也可以吃一些饭, 牙齿虽然没有, 但是可以慢慢尝尝饭菜的味道。 一个人坐在室内享受着自己早餐的幸福时光, 家里如果多一个男人就好了, 简简单单吃得清淡一些, 其实也挺好。 一边吃饭, 儿子还时不时地和自己捣乱。 就在这时候, 工程师突然来了, 手里还拿着像是食物。 这不是阿平的救星来了吗? 阿平正发愁, 正想你呢, 难道你听到阿平干活的声音了吗? 日子也想, 前前后后都快半月了, 你今天才来来的, 确实有点晚了。 阿平看到之后, 差点叫出来, 肯定开心了, 接过来工程师的水果, 阿平你就偷着笑吧。 抱起来, 孩子就站到室外, 孩子刚刚开始吃饭呀。 你这有点来的不是时候, 孩子都没吃几口呢, 就让你给打断了。 一会儿哭了, 你可使劲哄吧。 来的第一时间, 就先研究阿平的小菜园, 毕竟是他的专业。 今天来的时候, 穿着白衬衫, 戴着小眼镜, 白白胖胖。 这或许就是阿平喜欢他的原因。 阿平也不顾及自己穿的什么衣服, 拿起来工具, 就准备跟阿平一起干活。 阿平现在开心得连吃饭的心情都没了。 希望今天来不是一时兴起, 希望最近几天都可以来帮助阿平。 工程师拿着工具打磨木板, 就像是绣花一样, 感觉以前肯定也没有干过这样的活。 如果你认识阿平之后, 想要跟阿平在一起, 必须得要适应农村生活。 不管你是农村还是大城市来的, 就要融入阿平生活才行。 此之后, 感觉它也变得比较自然。 慢慢适应吧, 以后让你干的活还多呢。 哈哈哈哈, 也不清楚工程师能不能胜任这个工作。 穿得干干净净, 别把自己衣服给弄脏了, 打磨了没两块就停下了。 这看来也不是干活的料呀。 原来是阿平正在削水果, 准备让工程师先吃后干。 来了就必须得先聊天, 干活感觉也不重要了。 其实, 阿平最近好多天没见他, 阿平也没手机。 有很多的话想对他说, 阿平也在等着他表白, 但是最近总是来总是拿东西, 就是不表白。 用他拿过来的水果招待他。 来了打磨木板, 感觉就像是做做样子一样的。 下来待会还会不会继续帮助阿平干活呢? 刚吃完水果, 他接了一个电话, 看来要去忙了, 是真的不是真的。 这个还不知道。 难道要等到阿平新房外墙板忙完之后, 你再来吗? 临走之前, 还不忘记给阿平留下一些安慰鼓励的话, 让阿平好好干。 夸阿平很厉害, 但不如你干来的时机一些。 他走了, 阿平不开心了。 这可怎么办?